从前从前在春秋时期 当时的大教育家孔子 是个非常懂得因材施教的老师 面对不同的学生所提出的问题 也能适时地用身边的事物举例 好让学生明白道理 有一次他见到一位学生正在读书 可是并不十分认真 于是他就走到学生的身旁 拍拍他的肩膀说 你知道举一反三的道理吗 当我向你指出桌子四角中的其中一角 但你却无法沿着桌子的边缘找出其他三个角 那我该怎么继续教你呢 学生听完老师意味深长的一番话后 也明白老师不奋不起不菲不发的教学态度 从此一改之前不认真的态度 努力用功地学习老师传授的学问 后来我们用举一反三 只列举一粒而能小遇其他个事 而这个就是举一反三的相关小故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